中華電信工程人員加緊腳步吊掛微波 馬祖居民總算可以拍照打卡上傳 這一個多月以來上網卡卡全都罵翻了 通通停止了嘛 所以網路對現實的生活非常重要 老百姨說我可以沒有飯吃 但我不能沒有網路啊 沿江縣立委陳雪生反映民情 直言慘況比疫情還嚴重 事發在2月2日2月8日 短短一週內兩條連接馬祖的台馬海纜 遭中國大陸船舶扯斷 馬祖通信大受影響 因為修復海底電纜的國際海纜船 全球只有60艘 中華電信已聯繫十多艘修復船 預計排到4月中下旬才能修復 大陸現在建築業很夯 缺砂子缺石頭 所以他們冒險到我們海域來抽砂 這個砂子抽了以後啊 我們海纜本來是在砂子上面 好下去以後會斷纜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他們雙脫網的船 在海船勾 勾到線以後勾斷了 這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 那當然你講比如說蓄意破壞了 是否刻意破壞 NCC也表示這次事件沒有蓄意人為跡象 只是連續弄斷兩條海纜的機率還真的不高 華府智庫研究員伊麗莎白布勞就撰文警告 指出中國大陸正在練習如何切斷全台網路 馬祖海纜被斷可能是進一步侵略的預言 如果說我們海纜全斷 那對於就是我們跟世界的聯繫 當然會造成嚴重的衝擊 可是對於防衛作戰來講的話 可能影響是比較有限的 因為台灣本島有這個骨幹的光纖網路 還有將近14萬個基地台 所以對於部隊的指揮作戰 就是不會造成影響 長售海底電纜難度高 收理費用更上看3950萬台幣 台馬海纜過去5年斷了25次 2021年受損5次 2022年受損4次 但這次最為嚴重 這種海底電纜是台灣很重要的 所謂的基礎 所謂國安的基礎的線路 所以從任何角度來講 都是要確保在這個兩岸緊張 甚至戰爭的時候能夠確保無語的 但除了這個之外 萬一真的出現之後 我們其他的聯繫的管道 也是另外一個 我們必須要做準備的地方 那至於外島的部分 的確它的難度是比較高 但是我相信這本島的部分 確保我們基礎設施 不受到這樣的一個干擾 絕對是目前工作的一個重點 華府智庫研究員認為 中國大陸船隻頻繁造成破壞 並不尋常 何況短時間內兩條全斷 進一步來看 若要切斷全台網路 只需要弄斷15條主要海纜 就能達到 地軌衛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解決的手段 但是在布設這些地軌衛星 也可能要好幾年的時間 所以在同步進行的情況之下 也要考慮到 這是類似這種微波的數量的增加 破壞海底電纜 是這個時代的封鎖方式 而且可以偷偷摸摸完成 學者認為中共真要切斷全台網路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或許在小的地方有可能 可是對台灣整個來講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些阻擾 但是你說它會不會整個弄斷 這個我會是雨帶保留 因為它其實弄斷台灣的電纜的話 對於整體國家的通訊 整個世界上蠻多部分的通訊 都會造成影響 那當然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敢就去不去防範 當全台網路大斷線失去與外界聯繫 台灣成為孤島 中共可能趁機大打資訊戰 會有更多的不實訊息會出現 當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網路 去查證資訊的時候 假新聞的破壞性就會被責 若不及早強化基礎設施任性 面對灰色地帶侵略 斷網這類破壞性強大的無形封鎖 未來恐怕會是棘手挑戰 TVBS新聞前往小文豪與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